这些老人家真够自私的 我想呢 去看看就去看看吧 正好啊 去看看你这个 小没良心的死哪儿去了 没成想你自个儿跑回来了 你就不怕撞见白玉和 白玉和回不来了 为什么 他的尸首 估计现在已经凉了 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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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好一早来的 怎么现在还不见人影啊 这也 这也发吗 我明明是这么走的 你走这个 不不不不 白玉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早来啊 小姐 你这是去哪儿啊 你别管了 我爹要是问起来 就说我去商会找孤雁了 你真不害怕干嘛 你 你 你真的把他杀了 我没那么蠢 这会儿有人替我干 谁 人未才死 想挣这笔钱哪 多了 我回来就是提醒你一事 白玉和一死 白嫁肯定炸了锅 这几天别出去乱跑 出去乱跑 别人会怀疑你 我 怀疑我 为什么要怀疑我呀 我 我不知道 我这件事 你别着急把自己撇这么轻 我不就是提醒你一事呢 不对 会的 会的 我肯定会被怀疑的 你想想看啊 我跟白玉和关系不好 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我把他赶出家门 我还说他怀的是一 一 我 好了 白玉和出事的时候 你在董家大院 有多少人可以替理作证啊 不会有你的事的 对对对 没我事 没有任何事 我 我不在哪儿 我在家呢 没我事 也不是一点事都没有 你忘了我跟你说了 什么 事成之后 咱们得给人付报酬啊 对 姐 我付 我付 天兰 我回来就是给你提个醒 让你别慌 别怕 我 把钱准备好 剩下的事 我来办 你让我定点事 我要定点事 让我定点事 行了行了 别扫了 快进里面伺候着 帮忙 快走 周少奶奶 怎么了这是 家里都出大事了 小少爷被人绑架了 那白玉和呢 小姐一大清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坏了 快走 好嘞 老爷 靠点不要 别扫了 你别扫了 爹请啊 叔叔 凤玲 老二媳妇 凤玲 你干什么去的事 我要去报官 叔叔 老二媳妇 来 爹 来来来来 来 慢点 慢点 不能曝光的 老二媳妇 这人就是要钱 咱们给他们 虎子一条小命 还在他们手里呢 虎子料是出事了 我也不活了 我说老二媳妇 爹不是说了吗 不能曝光 你我倒无所谓 咱们家不是 上有老下有小 再说 帮匪对咱们家的家底 了解得特别清楚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熟门熟路的 把虎子 就这样抱走了呢 你说是不是 对 那不曝光 谁去救虎子呀 爹 您就别操心了 好好养病 这是什么季节 怎么还打雷 打雷了 我虎子最怕打雷了 总是被吓哭 虎子 爹 其实他们呢 要的就是钱 我们在那个期限内 把钱凑足了给的 把虎子救回来 他就是想办法 去弄钱去啊 他们要的数目太大 一时间凑不起啊 大嫂 我们还是找雨和妹妹 让她想想办法吧 雨和 雨和上哪儿去借借呀 你们这 爹 是这样的 这个绑匪呢 要两千现大洋 咱们家暂时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让雨和她出去 去借一借 你 你 你 爹 爹 真是地无人哪 这白家 现在居然要伸手 向别人家借钱了 不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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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儿子我们的 是儿子没有把家管好 爹 您别生气 我知错了 儿子 儿子知错了 小姐 怎么还不回来啊 小姐 怎么还不回来啊 可别出什么事啊 小少爷 不怕 没事儿 一定没事儿 不怕啊 玩玩小姐 真可爱 弟弟刚睡着 是 是不是 伙子弟弟也被绞了一揪头发 头发 什么头发 婉儿 婉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到处找你 别聊了 走 回屋去 跟你说过了 不许在外面乱讲话 你要再乱说话 就不是剪头发了 是剪舌头 有点 很少